因為我們老師呢 您現在拿到的是V2的版本 所以他實際上呢 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你那個盒子打開 他有一個板子 對不對 有一個板子 但是他外面有一個那個壓克力的 透明壓克力的殼 他的第一代沒有 是另外購買的 但第二代他就是把它變成基本配備 因為呢有些人 本身靜電又比較多有沒有 所以常常去摸到他那個 金手指 金手指的地方 在這裡有沒有 常常去摸到那個金手指 那就會 就容易 就是會導電嘛 所以呢他就像這樣 把它放著 這樣 手在弄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摸到 我們這個 電路板的部分 好 然後 再來 您看一下 他還有一條USB的線 那這個呢他現在新版的都是Type-C 都是Type-C的 所以 你不只可以充電 你可以傳輸 你可以傳輸資料 另外他還送你一個 幾張紙 因為那個如果你想要玩 他的那個影像辨識的部分 他就讓你有幾張紙 如果你來 自己沒有印 沒關係可以用他的 來做簡單的訓練 那目前來說的話 您可以看到 這個紙在2022年3月的 所以 大概兩年 所以各位手上拿到都比較新的 然後呢 他也可以使用MicroPython 可是 他舊版的 有一個是九軸 怎麼是九軸 就是我手機 這樣 有沒有 就是那個姿態 我們可以偵測 但是他現在 你們現在這個版本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但是他現在有影像訓練 他也可以 直接控制簡報 好 這個 所以就多一些功能出來 但是 拿掉一兩個東西 這樣子 那麼 除了我們現在板子上的 其實很多他為了要讓 這個教具能夠有更多的延伸 所以他們常常 很多廠商都會開發出所謂擴充套件 也就是 這一種的 金手指的 你只要插到這邊來 他就能夠再延伸出更多功能來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 雖然我們沒有買 但是 如果說有需要 其實這樣可以再做延伸 這樣你可以玩的東西就會比較多 所以你看他插起來 就是像這樣 可是呢 因為這樣要延伸 所以他就回歸到什麼 杜邦線 你要怎麼元件我就插下去插下去 像這樣去使用 沒關係反正 我們今天不會用到 應該說這次的延伸我們都不會用到 所以我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樣老師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他上面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bit的部分 他上面會像 老師看到的 有 左右兩邊會有 兩個 實體的按鈕 那這個是真的可以按的 另外啊 其實老師你可以把它翻過來 把它翻過來 有沒有看到 其實後面這裡還有兩顆按鈕 好這裡還有兩顆按鈕 一顆是重新開機 它叫做boot 我可能要靠近一點 老師才比較看得到 好底下 好有沒有 在他的右手邊這個boot 這就是重新開機 好所以老師呢 待會呢你把USB的 Type-C的線插上去直接連到我們的 電腦上就好了 好就借用他的電 我們等一下呢 也可以一起玩 好然後這個是重新開機 這個是 也是重新開機 reset 好一個是 也是 就是這兩個 兩個都是重新開機 那 未來呢 如果任體有更新的 我們會從這邊來做 不過這個 老師您不需要手動去設定 沒關係 黃老師這邊會處理好 就是有任體更新的時候才需要 所以原則上 大多數的情況下 我們 都只要 會用到前面那兩顆而已 除非你真的覺得 層次好像當機怪怪的 你才在這邊把他重新開機 好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USB拔掉再重插 也可以 這樣老師OK嗎 好先簡單的我們對這個硬體的認識一下 那他的正面 正面的部分 會有一個全彩的LED點矩陣 就是他 上面這個 老師可以算一下 總共幾個 總共25個對不對 水平垂直各5個嘛 所以 25個 老實說 因為只有25個 所以他能夠顯示的圖案會相對比較有限 你知道中文一定不行 但是英文可以 英文可以 所以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 至於這個怎麼連線密碼 這個先不用沒關係 因為我們直接用那個 USB的話 老師就 比較單純 怎麼設定這一塊 我們就略過 因為 老師單純知道就好 那官方 Webduno呢 他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他官方的教學 其實還算 相對豐富很多 所以您 就可以從這邊 直接連過去 所以呢 即使呢 您沒有上過課 自主學習 實際上 也不難 這個網址不見了 我看一下 下面 好有 這裡有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 他的這個教學啊 其實都 做的算 蠻清楚的 可以 很清楚的 像這樣 交代 所以我們自主學習 老師要當作字典來查 功能性的一個查詢 也都很方便 OK 所以上面這個不見了 下面就在 這個我等一下再 找一下 確認一下那個網址就好了 那 這樣子 老師對他 硬體的部分 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有了解一下我們 有硬體就好軟體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用安裝 我們只需要 打開網頁就好了 所以待會老師您可以找到 簡報的 二字三頁 這裡有一個網頁版 當然他也有安裝版 不過我想我們不要安裝 就 打開 這個就好了 好確認一下 有應該是在的 好來我畫面先還給老師 簡報二十三頁 二十三頁